上级说道,正当我威王之时,好机友阿姐再一次救了我,在她的帮助下,我和丁丁终于平票,但接下来的加时赛似乎更加艰难。 但阿姐具备鬼姓,耳狗也藏着张家给的底牌,为公平起剑,作为普通人的小仙。丁丁,你们可需抽取一个鬼姓王河。 丁丁惊疑不定,什么慢喝,有什么用?直播画面一闪,一个陈列架映入眼帘,几排类似罐子的东西整齐放置,看上去没什么不同。 鬼姓带指透明人的义能,这些都是一次性的鬼姓道具,简单来说,可以让你发动一次义能,触碰盒子即完成抽取,至于能力的好坏,呵呵,看命述了。 阿姐忽然脸色有些苍白,对我青阳手臂,几个写字捐刻齐上,二排四列,我顿时了然,这是指第二排第四个盲盒,阿姐好像能洞察所有的破局点,这让我十分安心,可为什么必须通过自残血字的方式来提醒我?难道这也是他的鬼姓?来不及细想,我抢先进行了抽取,我握住的瞬间,光归一闪,盒子变成一只黑色断掌,细黑而透亮,像是某种玉石, 五指纤细,骨节分明,竟还在轻轻抓握,我吓了一跳,硬着头皮没扔出去,主播声中带笑,恭喜小仙,这是鬼姓道具,玉石聚焚,用法,当他触碰目标后,念一声,或目标将当场暴毙,遗憾的是,使用者也会答去,简单来说,以命换命。 我心中一惊,看向阿杰,见他用眼神示意我宽心,我便没再多言,丁丁抽中了一双眼睛,这两只粉色眼球死死盯着他,忽然蹦跳起来,静顺着他的胳膊爬上了脸,顿入他的双目,当他颤抖抬起头,瞳孔已是粉色。 呵呵,这个也不错,鬼姓,夺目,用法,盯住任意物体一秒以上,心听面一动,便可将之掠夺到手,什么都可以有,包括对方的鬼姓道具。 我心中一沉,立刻将断掌藏进衣服里,本以为最坏无非玉石俱焚,但现在也许一掏出断掌,就会被夺去。 好了,即可开始。 屏幕上十分钟倒计时开始闪动,阿杰向前一步,护在我身前, 丁丁也挪动着,站在二狗身后,二狗低喝道, 丁丁,不想死就听清楚,第一,尽可能远离他们,避免被阿杰寄生,避免被断掌碰到,第二,丁锦小仙,他一旦掏出断掌,你就用鬼眼夺过来。 丁丁神情闪烁,阴测测地点点头,言罢,二狗双甲顿时鼓起,似要吐出什么,忽然,他猛然将手伸入嘴中,缓缓抽出了一条长长的物体, 竟是一把狭长的黑木刀,鬼气缭绕,竟是斩破刀,张家这次下血本,一开始封住记忆是对的,好戏就该留到现在,呵呵。 阿杰轻声告诫,千万避开这把刀,切魂体跟切豆腐一样。 我瞧了瞧,狭窄的宿舍,心沉谷底,刷,二狗持刀劈来,他面无表情,刀刀搏命,阿杰轻吐一口气,他口中竟呼出一缕白雾,雾分两道,凝聚出两个身影,样貌都是阿杰,这应该就是阿杰的鬼性分身吧。 虽有准备,我亲眼看到时还是震撼意,分身与二狗缠斗了起来,刀影绰绰魂力肆意,主播喃喃道, 一气话三清,阿杰对鬼性的运用,有刀家的眼睛。 剑陷入僵局,二狗决绝一点眉心,斩破刀,突然急剧膨胀,哼,哼,刀如巨珠,压灭了两道分身,又迅速朝阿杰本体袭来, 一个照面下,阿杰突然倒地,元气大伤,看这个趋势,只怕撑不过两刀,我目自欲裂,挡刀没有意义,必须主动一搏, 我快速朝二狗奔去,手一边伸进衣服里,握住了玉石巨坟,眼看就要贴上,丁丁却目光灼灼凝凝视着我, 我只得绕了一个刁钻角度,借着二狗的躯体,找到了一瞬间的视野死角,一咬牙,我掏出断掌向二狗拍去,电光石火间, 二狗以一个诡异的姿势下腰,避开了攻击,丁丁的粉色双眸再度扫视而来,他盯住了段掌,段掌冲丁丁飞腾而去, 我红了眼,拼尽全力拽着,却只能被迫一起飞向他,刷,二狗一刀朝我劈来凛冽的刀锋,让我汗毛倒数,重伤的阿杰, 艰难划出一道分身掌下刀锋,战刀气仍扫过我的胸膛,段掌扑手,落入丁丁掌心,我只觉五脏六腑都搅在一起, 栽倒在他脚下,呵呵,导举倒数,只会看你们这么嚣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供和待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